好,我們在美勞課的時候,老師準備了32把剪刀,40包色紙,做分組教學 那麼如果每一組分到的用具都一樣多,最多可以分成幾組 每一組可以得到幾把剪刀和幾包色紙 好,我們這個部分一樣,就是要用短補法,求最大公衣數 看好喔,這一集有不一樣的地方,大家等一下要注意喔 好,一定要從最小的十因數開始,那就是從2 32除以2等於16,20除以2等於20,第二層一樣是用2 16除以2等於8,20除以2等於10,第三層一樣是用2,因為還是偶數 8除以2等於4,10除以2等於5 好,不能再做了,因為已經產生所謂的直數 好,所以我們在旁邊可以寫,32和40的最大公衣數是由共同的直因數2乘2乘2,得出8 好,請注意看喔 32是剪刀,每一組分到4把剪刀 4值是色紙,每一組分到5包色紙 為什麼我們知道? 為什麼我們知道? 因為4乘上8等於32 因為5乘上8等於4值 有發現嗎? 有發現 有 好,簡單來講 這三個2是他們共同的直因數 那剩下來的4和5呢,就是他們不同的地方 而這不同的地方,剛好就是他們這一組,每一組分到的4把剪刀 每一組分到的5包色紙 所以我們這裡呢,一共有兩個問號,所以我們要兩個答 第一個答是可以分給幾組呢?答案是8組 第二個,每一組可以分配到幾把剪刀幾把色紙 答案是4把剪刀 4把剪刀 以及5包色紙 好,這一組很明顯的跟前面的幾組呢 有完全不一樣的類型 大家了解了嗎? 因為他連正宜的4和5,他都有異議 這樣了解了齁 好,如果你們還不清楚的話呢 歡迎大家今天晚上回家 介紹youtube的來觀看 明天我們有機會做班級的陸落格 我們會把它砍到陸落格裡面去 大家還可以等去找的嗎? 好,我們這組就到這裡